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2月25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轉派現金倡議的最新消息 據了解仍然在角力當中 才爺陳茂波有最新的回應 講講為何要派消費券 令變相究竟第二期能否有機會轉成現金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分析一下 令變相亦跟進一下疫情方面的最新發展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去年已經興建了這個數據庫 才爺陳茂波就說比起派現金更快更加好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 向會委會合資格的成年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來港人士 分期發放一萬元電子消費券 但不少市民認為應該派現金輸解民困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電台節目時重申 派消費券而非現金是最好安排 指去年的消費券計劃已經建立了數據庫 可以令消費券更快到市民手上 被問到會否限制只是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可以獲消費券 陳茂波表示經過詳細的考慮之後 認為不應該將兩者連結 因為現在本港大多未打針的市民都是老人家 而他們是教其他人更加需要財政協助 他又回應一位14歲的聽眾指 預算案很多措施都是給成年人例如消費券 而對年輕人最好的投資是教育 預算案亦投放了很多資源在教育發展 另外亦有市民問到如果疫情持續惡化的話 感染病毒人數增多 本港會否被迫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陳茂波回應指 相信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之下 加上三月進行的全民強制檢測 本港能夠在短期內控制好第五波的疫情 看來將會進入一個角力之戰 就是第一期五千元派了他 大家都接受的 第二期五千元財爺明明夠時間 這個解釋就是這樣說 現在要快 希望儘快派到錢 那就對了 第一期四月派了他 第二期五千元便夠時間 六月七月八月暑假派 這個時間開始做準備的功夫 希望令到他變成現金 兼且綜合各方面的評論 曠仔倡議 傳媒的評論等等 都認為第二期應該要變成一萬元的現金 所以真的不能拖 第一期說要快 OK可以理解 第二期不用那麼快 有充足時間 也能夠輸民解困的話 應該要這樣說 就是第二期有充月時間 變成現金 大家又怎麼看呢 財爺好像心大心小 他好像說到他不是反對派現金 他OK的 不過為了要快 四月就用回去年的資料庫 趕快派多期 那就搞定 快靚正 但若然第二期現金的話 要點時間 要點功夫 那就做 反正行政費你都用幾億 行政費這樣都用幾億 都已經不跟你講這筆住了 既是如此 第二期你已經要派現金 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說一說 另外亦都跟進一下確診大廈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確診大廈增加到近5200棟 元朗區佔最多583座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第五波疫情持續擴散 今天2月24日再破單日最多人確診的記錄 新增8798宗陽性國安 另外有17269宗情報國安 患者分佈全港各區過去14日 一共有5200棟大廈出現確診個案 案地區層面分佈 元朗區有583棟大廈有人中招 成為18區之冠 新上榜的大廈包括錦上豪亭 用號貪日一座 其次是油尖旺區有533棟大廈上榜 各位網友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確診大廈的定義 就是那棟樓裡有人中招 其實已經是5200棟樓 分佈全港18區 近日的重災區仍然走不掉元朗區 令邊廂擴掣相當關注深水埗 令邊廂也其他區有不同零星的爆發 各位網友要多加小心 另外也跟進一下梁子超方面的最新意見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梁子超說部分幼童病情急速惡化 難以預早識別嚴重國安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本港第五波疫情仍然未見頂 確診數字未見回落 短短兩個星期就出現3宗確診幼童離世的國安 當中包括一位11個月大的女嬰 是最年輕的死亡國安 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 情況令人擔心 坦然某些染疫的幼童病情急速惡化 較難預早識別 建議家長如果留意到幼童病況有重大轉變 就應該及早送院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醫科專科醫生陳以成就指外界不應因此恐慌 強調病徵輕微的病童應該留在家隔離 無需一併送院 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 先後有3位幼童染疫死亡 4歲男童身亡後被發現新大病毒 3歲女童在兒童醫院深切治療部留意多日後死亡 今週再多一位11個月大的女嬰入院時情形性 每日死亡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在電台節目指 相關的幼童都是出現急性腦炎 腦水腫等情況 或與兒童沒有接種疫苗 或一段時間沒有上學影響免疫系統等因素有關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指 本港在短時間內連續出現確診有同死亡個案 情況罕見令人憂慮 不過目前未有進一步的數據 無法完全掌握任何其他特別因素 促使個別患者情況急轉直下 確切的原因仍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他解釋本港曾經做到清零 亦未受Delta變種病毒影響 直至流入Omicron的國安才爆發第五波疫情 情況較為特殊 而本港幼童過往沒有機會暴露其他變種病毒 難以產生群體免疫 會增加了幼童感染的機會 梁志超又說 Omicron的確診國安整體入院率及嚴重程度較Delta低 但針對10歲以下幼童的住院率並沒有下降 因此幼童風險相當高 梁志超又說一旦發現幼童確診 家長或照顧者需要留意幼童的情況有沒有大轉變 例如不願意飲食、不活躍、持續不退消、出現嘔吐、抽搐等症狀 就需要盡早送院 但坦然某些幼童患者病情急速惡化 難以預早識別嚴重個案 梁志超表示 現時三歲以下幼童無法接種疫苗 建議父母或照顧者應該盡量留在家裡 必要外出工作 購物時要做足防疫措施 以免將病毒帶回家 令幼童暴露在高病毒量的環境下 如果照顧者懷疑自己感染 應該和幼童分開和交給其他人看管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兒科專科醫生陳以成表示 11歲以下的兒童疫苗接種率只有兩成 當中3歲以下的幼童暫時未能打針 感染風險較大 他同意香港政府過往的停課安排 或者會令幼童較難接觸病毒 無法產生抗體 但只無法保證幼童染疫後的病情 就說不能讓小朋友去死 因此停課是必要自拆 認為應該代幼童打針率達到七至八成 才恢復面秀課堂 陳以成就指出 三宗離世幼童病情的確比較嚴重 有機會和Omicron病毒變異有關 但仍然需要有待詳細的病毒基因圖譜分析結果 才能有結論 又表示幼童因為感染流感、抛診等 出現急性腦炎病發症的個案每年都有 強調大眾無需因此控況 而將所有感染的幼童立即送院 他就說就算確診都沒有那麼多病床 甚至有可能傳染到其他病童或醫護 情況百利而無一害 陳以成就解釋 幼童並沒有新冠肺炎特效藥 入院後主要靠支援性治療 但對於症狀輕微者而言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治標 若果病情輕微應該留在家旁邊 萬一出現發燒、抽筋、嘔吐、脫水等嚴重症狀 就需要送院處理 他最後補充 香港政府目前正加快興建方艙醫院 相信床位數量會有所改善 希望到時可以提供一定數量符合兒童病房配討的病床 連日來不少家長朋友都相當擔心 但沒辦法 因為現在的情況的確是前所未見 唯有我們做好自己也盡量保護好我們的小孩、幼童 各位照顧者、家長朋友 大家努力加油 盡量少點出街 如果要出街買東西的話 看來要做好保護措施和消毒的工作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鄺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我們會不斷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最新情況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